首先要感谢马斯克们在YT的社群里面投票 有了这一集的单身 有什么喜欢的ETF需要去了解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频道社群里面投票 本集的重点是要去跟大家介绍ETF00935 00935它的选股逻辑 还有三档同期的ETF对比 最后呢还有整理00935的灵魂考问 今天要介绍的是野村台湾新科技50 00935精细的分类行业 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野村 也是我第一次买基金 那时候刚好在推机器人理财 我就用了他们家的机器人理财 去了野村相关的基金 那时候其实有耳闻他们的基金算还不错 不过后来我没有再继续投资基金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买卖的时间很长 那如果我需要用钱的话 有时候可能卖掉那些基金 你可能要等个7到14个工作天 不像现在买卖ETF这么的方便 在了解一档ETF之前呢 我们要先知道他的小档案 跟大家介绍的是野村台湾新科技50 他的股票代号是00935 最终的指数是台湾指数公司特选台湾上市上柜 Factset创新科技50指数 分股的档数是50档 那他的经理费叫保管费是0.42 去年他们的管理费2023年是0.22 管理费其实相对来说是还蛮低的 他的风险收益等级呢是RR5 是否配息呢 他是8年配 每年的2月期8月最后的日作为收益评价日 上市的时间呢是在2023年的11月1号 保管银行是永丰银行 发行价格新台币的15元 上礼拜五的收盘价是21.77 从他发行到目前为止 他是有在成长的 知道了他一些基本的小档案 就来看看这一档ETF 他的选股逻辑 他的选股逻辑这边非常的繁杂 在理智耀的时候看到这些文字 他说懂这么多 基本上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在研发的创新上面 那他的筛选标准分为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 这里面有去列入了RB ICS Level 6的选股方式 等于是把一些产业分成六个等级 像苹果就是在Level 6 这边我们来注重的地方是他权重的计算 他是自由流通市值的加权 依自由流通市值作为计算的标准 个别成分股的权重不得超过30% 而且他前五大的成分股权重总和不得超过65% 调整成分股的定期审核日呢 每年两次进行成分股定期审核 以4月跟10月的第7个交易日作为审核的基准日 审核的资料截至前一个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每次定期审核后选取固定的成分股档数50档 在想要把这些很繁复的选股逻辑简单化 真的是一大考验 就来看看我在这边帮大家浓缩的重点 他的选股里面分成两个阶段对不对 这边我有把它分成上下部分 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去针对他的财务指标 成长指标动能指标做筛选 财务指标的话就是近世纪的营业利益率大于0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家公司要赚钱啦 成长指标是他这档ETF里面最特别的 就是他的研发费用要占营收比重 排除最差的25%及小于2%的动能指标 排除限价离52周高点最远的10%股票 他这部分管理完之后 可以帮我们避免掉一些跌幅太大的个股 这边要特别跟他说的是 在他的成长指标 你知道吗在台湾研发费用的前三名 在2023年是台积电联发科瑞育 台积电他在去年的研发 占他的营收里面大概是8.3% 联发科是11% 锐域的话是3% 台积电他在研发的费用大概是1787亿 联发科是806亿 锐域是210亿 简单来讲这些公司他愿意投资他的未来 假设他赚了10块钱 他到底拿了多少的比例来投资这家公司 这部分是这一档ETF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他这样子选完之后他采取了FactSet的分类 挑选的分股是可以去挑战全世界的 投资台湾最具全球优势的科技核心 制造和产业的聚落 他可以适度的成长 聚焦于长期增长和未来的营运 创新为本要去符合FactSet这个分类 那你知道FactSet他目前为止是有11项的创新科技的趋势的标的 分别是有人工智慧、5G、电动车、元宇宙、区块链、机器人自动化、大数据、金融科技、端端预算、资讯安全、半导体 但是这些项目啊每一年他都会做调整 所以如果要知道现在的流行趋势或者现在的科技在往哪个方向走 其实可以去参考FactSet这个的分类 他这个东西不是固定的那至少会有11项左右 他当然是精挑细选的50家台湾创新科技企业 这边就基本的知道了他的选股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他的持股比例及分布 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他的前十大持股里面有66%的半导体产业 基本上他就是100%的科技股 在去年的时候台湾其实发行的非常多跟科技股ETF相关的 像是00929 看来像00935 他们都是追踪科技股的 你说孰优孰劣 看了今年台积电的成长之后 这就是指数派跟高股局派一直都在论战的地方了 来看一下他的前十大持股有台积电 联发科 台达电 联电 日月光投控 联勇 自邦 伪创 国具 贵 里面如果在做一些个股的投资的话 看看下一张图标 他十大成分股 关于他的收盘价 现金殖利率的发放率 殖利率 填息的天数 指数的权重 这边是给大家参考 这边也是我在做个股投资的时候会去看的主要地方 这里面有殖利率高于5%的话 就像是联电 联友 国具 ETF现在商品越来越多 那我就特别找了三档比较同类型的ETF来做对 那这边有帮大家整理出 也许台湾科技 创新科技的50 还有富邦科技 原大电子 他们追踪的指数呢 分别是这些 成分股的档数都不太一样 分别是50档 65档 200 06档 在0052跟0053 他们的成分股档数都是 是不固定的 总费用率的部分是以0.22%的野村台湾创新科技50最低 最高的就是原大电子 0.60% 0052的是在0.25% 他们的市值分别是76.14亿跟102.77亿 还有4.78亿 上市的时间呢 是以0052的2006年的9月10号最早发行 接下来就是0053的07年的7月16号最后才是00935的2023年的11月1号配息频率是八年配跟年配 00935的话他是在3月跟9月 005是在4月 0053呢是在11月 他们的保管银行分别是永峰银行台新银行中国信托 那发行的价格新台币的15元新台币的34.61新台币的30元 这边我要跟富邦投信喊话一下网站上面的资料跟其他的投信网站没有这么完整 这边的发行价格就参考 收盘价格分别是21.77 174.55 97.20 你们看他的发行价跟他目前的收盘价是不是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到底挑选哪些成分 这种算是产业类型的ETF 可以看得到这一档ETF它的重点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比例 写春台湾创新科技50 它的台积电的占比是32.49% 富邦科技的话 它的台积电占比是62.13% 元大电子的台积电占比是48.91% 可想而知他们的绩效报酬就会有不一样的落差 其他成分股其实不会相距太多 看他们的成分股就是有些顺序上面的调整而已 所以今年也有人在讨论说含基量多少 接下来在这边我有帮大家整理呢 这一档ETF他们的绩效对比 如果是在六个月内的话 0053它是31.89%领先 不过当时间拉长到一年跟最长45.34%跟515.91%的0052 真的是摇摇领先啊 它今年是ETF绩效的前段班 最后的结果虽然不会差太多股票市场里面都是选择而已 很多商品其实他们都还蛮类似的 他们在成分股上面的比例做了一点调整 这边给大家参考 当我拿0093我去对00608做比较之后 我还是买00608就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还是比较贴近整个大盘的局势啊 你们对于台积量的占比 如果再挑选可能市值型产业型的ETF 这时候你会不会去左右你的选择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档ETF塔的基本资料 股票代号呢是00935 管理费呢是0.22 上市的时间是2023年的11月1号 市值是76.14亿 追踪的指数 台湾指数公司特选台湾上市上柜 FactSet创新科技50指数 收益的分配呢是半年配 每年的3月跟9月 目前还没有配息的资讯出来 这边是看不太到的 它的基金组成呢是面额15元 投信官网上面的资讯 在这一块其实做的没有完整 只可以看得到它的基金净值是21.77 至于这一档ETF它在短时间里面的绩效 毕竟它刚成立快满一年 如果你持有这档ETF满三个月的话 你的股资报酬有13.49% 6个月是26.13% 一年是44.84% 一开始募资就进场的朋友 可以有40.09% 如果是今年初开始投资的话 你就会有32.87% 它的年换标准差跟下股值 查不到资料是因为这些数据 都是要三年时间才能够去计算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ETF 它的优点与挑战 它的优点呢是经过了多层的筛选标准 经由严格的选股逻辑 选出50档符合创新流动性 扩低能力 股价动能及资讯揭露标准的台湾上市上柜公司 确保成分股的质量 第二呢是笼通企业与潜力股 包含台积电联发科等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 同时也投资于台湾科技业中的隐形冠军 让投资人能同时享受熔头股的稳定性与潜力股的成长性 三 市场的前景光明 根据联合国科技与创新报告 创新的科技市场的年复合成长率高达20%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让投资人有机会分享行业的高速成长 他会遇到的挑战 他投资于科技产业的占比过高 科技通常是具有比较高的波动性 受市场的情绪政策变动及技术革新的影响较大 在市场上的竞争呢 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科技型ETF的上市 市场竞争加剧 0093有需要保持竞争优势才能吸引并留住投资人 00935他的灵魂拷问 这一个投资是不是符合我的长级目标 如果现在只能让你选择一个投资的逻辑 十年内都不能去更改你的投资方式 买入这档是不是可以让你长期的持有 但是这种产业型的ETF 如果有比较多余的闲置的资金再来做配置 是否有足够的多元化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 其实ETF他在这一块其实就做的还蛮不错的 他的成分股却就无视档了 产业上面还蛮分散的 他有没有主共的流动资金来应对紧急的状况 ETF他通常都会有一些资金上面的考量 如果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00935的投资到底适合哪些人 上班族跟小资族 为什么比较适合这些人 如果你知道生命周期法的投资方式的话 最年轻的时候获得一笔资金 让那笔资金去为你创造好的资产 如果你是资金非常少的人 会特别去推荐市值型的ETF 或者是这种产业型的ETF 也是可以去考虑的 他可以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 让你资金能够比较早的在前期快速的成长 所以我在这边会特别希望一些 30岁以下的投资人 或者是你资金比较少的投资人 你可以在这一块着重高一点点 不过我还是会比较偏向 像00608、0050这种投资的商品 今天的ETF的介绍就到这边了 听完马克的介绍后 你是否会考虑买进00935呢? A.会 00935的成分股和选股逻辑 让我非常喜欢 我相信它能带来不错的投资回报 B.可能会 看起来很有潜力 但我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才能做出最终的决定 C.不会买进 不太符合我的投资策略 我对其他类型的ETF或投资的标的 更感兴趣 D.其他的想法 在影片结束后 欢迎大家留言区域留言 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这边没有要特别去报台 但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把一些 复杂的资讯简化的去理解 进入中场的广告时间啦 马斯科会员升级咯 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频道会员分别为三个阶段 支持马克的创作 深入马克的生活 还有马克的理财伙伴 特别感谢马斯科们 感谢你们长期的支持 让我可以这样子任性的做ETF研究室 在我每次没有能量的时候 你们都会给我一点能量 感谢你们 Love you 我在整理00935的时候 在做产业类型的ETF 跟40型的ETF 他们每一个商品之间的绩效 不会差太多 00935 0052 0053 他们在六个月的时间内 他们的报酬是 26.13 28.91% 31.89% 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很多吗 其实也还好 有时候投资的选择非常的难 突然出现了非常多的标志的时候 你到底该如何选择 我觉得如果你资金真的比较少的朋友 在这些商品上面的投资 可以在更深入的研究 每次在做那种对比的时候 都会很有感 我最近比较多疑问的地方 在市值型商品的这些ETF 如果是你在持有的话 你到底不会去卖掉它 我现在是用自己的资金在做实验 你复利到65岁 到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没办法一次投入这么多资金 所以我才会高股息 搭配市值型的ETF这样去投资 至于买卖的时间点 我自己也还在揣摩 如果对一档股票 或者是一档ETF你有很深入的研究 其实你在一些价格上面会非常感 介绍00935 它其实也是带给我另外一个思维 就是它在在意的地方是 这家公司它到底对未来前景 是有没有在投资的 如果这个系列有帮助到你的话 也别忘记要帮我按赞留言 希望今天在介绍00935这个商品 有解决你一些疑惑 可能你在找一些产业型的ETF的朋友 也许会有帮助 如果你有在买00935的朋友 也可以跟我分享 这档ETF你怎么会喜欢呢 如果你们有想要了解 怎样的ETF也欢迎 你可以邮运给我 好啦那我就不多说了 跟大家say goodbye 晚安 希望大家都一个美电一晚